你划什么了 夏天 欠湖洋同志 十五万元 你还来真的呀 刘兴 哪儿呢 那儿呢 那儿飞机 北京这么大 另一个现在也没有 我买多爱 来 干杯 干 你看 这里的人 每天都忙碌碌碌的 就只是为了钱 你还不是一样 直播吃个烤鸭 就让你塞红包 我那些钱都是有用的 师傅 前面停一下 好的 你要是家人 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我这不是为了钱 我现在很好 行了 您先下车吧 等有空了再给我付 行 谢谢您啊师傅 你要是 只是为了挣钱的话 你还不如欠给潘子 你该不是为了怎嫁妆吧 我听别人说 说你们新家姑娘结婚的时候 还要再搭个妹子 谁说的 我是个男人 钱当然要我还还 跟你没关系 妙妙妙妙 有什么 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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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喂 可是签给潘总 除了要 拍电影 拍广告 他还有别的要求 别的 他还有什么要求 他不会要遣规则你吧 没有 他就跟我说 签给公司这五年 我不能一个人出门 我不能乱吃东西 我还不能谈恋爱 最最夸张的是 还要配合公司 跟其他男演员吵诽闻 吵诽闻 不是挺好的吗 初夏 医生说你没有大碍 过一段时间就会好 我现在要出去一下 他到底在干什么 不是让他含情默默地 看着对方的影子就好吗 导演 感情不是游戏 他这么处理太轻浮了 应该让他停下来 总算是把这个人物的感觉 真正找到了 去 顾少爷 我求求你了 他得了绝症 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绝症好啊 你省得我麻烦了吗 他在干什么 完全没想着我洗的眼 导演 让他停下来吧 等一下 再看看 再看看 小依然 圣贵过天神 夏依贵过父母 出此意外 我没贵过任何人 他在搞什么鬼名堂 去而复返 看来 顾少爷 起来吧 快回去吧 真正掌握这个角色 你记不住台词吗 真的是太多了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不敬业的演员 演员这个职业我自己特别喜欢 然后他又可以 可以养活自己 我觉得如果站在我的立场的话 好我会 什么是剧本 一剧之根本 再红的演员也要依托于剧本 不能任由其随意发挥 你的工作你要选择你自己喜爱的 还是要选择一个 你还有理了 我这只有一个规矩 你不喜欢这个剧本 你可以不接 如果你接了 上了场就不准动半个字 他都不按照剧本演 完全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你看你 导演 总是乱不乱跳的 我真受不了